当我们谈到疾病的时候 也就谈到了身体各个不同的器官的损伤 所谓损伤 从外部的角度来讲 是损伤了身体 从内部的角度来讲 是身体受到损伤的部分 得不到新的材料来修补 本来呢 各位都知道身体是有个新陈代谢的 所谓新陈代谢呢 就是指受到损伤的 甚至死亡的细胞 会被新生长的细胞替代 假设新陈代谢是正常的 那么就可以身体受到损伤的部位 及时受到修补 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呢 如果呢 你的养分不充足 那么你的损伤就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修补 我们来看看人体是有什么东西构成的 首先呢 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会讲到身体有各大系统 比如说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 以及呢 这个排泄系统 这个包括呢 这个 内分泌系统 身体的每一个不同的系统 其实呢 都是由身体的各个器官所组成的 每一个不同的器官之间相连接 才构成了一个系统 打个比方 消化系统是由哪些器官构成的 比如说 对 有口腔 然后呢 有食道 然后呢 有胃 然后呢 有肠道 然后呢 再有肝脏 有胆 来构成整个的消化链 甚至有一线的参与 好了 这些所有的器官呢 连接成一个系统 当我们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说 请问你生了什么病啊 他说我得了肺病 肺炎 肺炎是什么意思 肺炎就是指 人体的 呼吸系统 有一个器官 叫做肺 这个器官受到了损伤 那么 这个器官受到了什么损伤呢 一般来讲 往下讲 这个器官是由某些组织所构成的 所以肺炎的意思就是 肺部的粘膜组织 受到了损伤 产生炎症 这个是指组织 那么组织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组织就是由人体的细胞所构成的 所以 来我们把它回顾一下 人体细胞 彼此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组织 人体的组织 人体的组织 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器官 人体器官 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系统 人体的系统相连接 构成了这个人 所以不管他生什么病 他一定是某个系统里面的 某个器官里面的 某个组织的某些细胞 受到损伤 从这个角度去看 疾病呢 就很容易理解 不管他生什么病 假设我们能够做到 令到细胞受到损伤的 能够得到更新 但受损的细胞 得到更新的时候 那么 细胞连接的组织 就得到了修补 不管一个人生了什么疾病 实际上呢 真正对他造成影响 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人缺氧气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人的人量不足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的血液形状有问题 血液形状呢 是用来满足氧气和氧分的供应 一个人一旦缺了氧分和氧气呢 那么这个人呢 就马上的就会出生命危险 所以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你需要思考的不是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因为无论他得了什么病 得了就是得了 你已经解决不了 你只有想办法 帮助新的组织生长 来替换旧的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 打个比方 好像这个电灯泡 如果他突然之间烧了 能不能把它修好呢 其实是做不到 你请爱迪生来 修这个灯泡 他都修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移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治这个病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这个灯泡修好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房间重新变亮 各位这方向是不一样的 把这个病治好 可能很困难 但是让人恢复健康 就未必很困难 把这个灯泡修好 可能很困难 但是让这个环境重新变亮 未必很困难 我们只需要换一个灯泡 就可以让这个环境重新变亮 正确地去掌握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 那些天然的食物 我们曾经仰赖他 从因而变成了成人 我们仰赖他 长出了身体的五脏六腑 所以一旦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些什么损伤 我们也必须仰赖他来进行修补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强调这个食物 食物当中的营养不足 就意味着构成细胞 构成血液 构成血管 构成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所需要的材料不足 也就意味着这些系统 这些组织会受到伤害 也就意味着会累积成慢性疾病 不同的人实际上 他的营养是需求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 一个人今天出差 坐飞机 到另外一个城市 跟人谈判 忙了一整天 跟他另外一天 待在家里听音乐 放松 这两天 身体的消耗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呢 这个人很可能 在这两天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 其中有某一天 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他没有及时的完整的获得 身体消耗的比较多的 他没有及时补充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 很多时候我经常看到一家人 老人 小孩 大人 坐在一起吃饭 老年人 一天没有做什么事情 也吃那些东西 年纪那么大了 消化能力那么差了 也吃那些东西 大人 中年人 每天应付着这么多的压力 也吃这些东西 小孩 每天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吃这些东西 这三个人 坐在一起吃 吃同样的东西 甚至吃的量 可能也相差不大 那么就意味着 其中 其中的某个人 营养 有可能已经严重的失衡了 在自然界里面 不会有这种现象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物 会围在一个桌子吃东西 他们不会吃共同的东西 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选择食物 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包括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和矿物质 以及水分和纤维 这当中 对人体影响最大的 有三种 第一个 就是蛋白质 脂肪 和矿物质 这三种 它的特性 是构成了人体的组织器官 你身上只要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所有的那些组织结构 所需要的构成材料 就是蛋白质 脂肪 以及矿物质 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 发现其中有40种 是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素 所谓必须的营养素 就是 人体无法自行合成 一定要从食物当中摄取的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必须营养素 它包括呢 这种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10种的氨基酸 15种维生素 14种矿物质 各种营养素 按照一定的方式 在体内进行着各种化学反应 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营养 总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补品 当成了一种 好像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或者有着什么特殊意义 尤其是中国人理解的补品 好像不是补肾 这是补某种功能 其实真正的营养素的意义 它不是一个补品 它只是人体进行正常的 生理反应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元素 只是身体构造材料里面 所需要的盐材料罢了 这里呢 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简单的做了一个 人体内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 A加B反应生成了C C呢 在跟你身体所储存的养分D 产生反应 生成E 然后呢 E在跟你的食物当中的某种营养 比如说F反应 然后继续生成G 身体时常要生成 它也有一万多种的不同的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呢 有的是用来支持大脑思考的 有的是用来支持肝栈解读的 有的是用来帮助消化的 比如说蛋白酶 脂肪酶 有的是用来制造呢 比如说胰岛素 有的可能要制造呢 肾上腺素 甲状腺素 身体有一万多种的这样的化合物 需要靠食物当中的那些元素 来制造出来 一旦 一旦你出现了食物当中的偏差 假设 比如说 你身体正在进行反应 A加B 反应生成了C 结果呢 你的身体正好缺乏了D这个元素 于是呢 你的反应呢 就在这里中断了 当没有D的时候 E是肯定不能生成的 那么E不能生成呢 不管你身体 有多少的F这种营养素 只要E不能生成 G也就不能生成了 下面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全部中断 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中断 就意味着身体 最少有4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 制造不出来 也就是说 其实当有一种营养缺乏的时候 在你的身体里面 很可能会产生400多种不同的病症 不同的症状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生病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当他感觉到血压升高的时候 他也感觉到 身体疲倦 他也感觉到睡眠不好 他也感觉到性意下降 他也同时感觉到 整个的情绪变得烦躁 他也感觉到排便变得不顺畅 他也感觉到口腔溃疡 他以为他生了很多种病 自己还非常的害怕 实际上 他不是生了很多种病 他只是缺了某一种 或者某几种营养物质 而中断了身体多种的化学反应 造成身体缺乏数百种的化合物 从而产生了数百种的不同的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头发脱落 包括皮肤出现异常的形状 包括展出了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一些这个湿疹 比如说一些这个吸漏 比如说甚至是肿瘤 这些所有不同的症状 在背后的因素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体内的化学反应出现了异常 而这些异常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食物中的元素不平衡 有的身体需要的 没有 有的身体已经有的 还在继续不停地吃 不停地增加 有的身体比例不平衡的某些元素 没有及时进行调整 于是长期的这种负面的状态 就会不断地累积 直到产生严重的问题 所以人体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 大约有40种不同的营养素 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 然后加以利用 然后应用它来制造身体 所需要的各种化合物 只要其中任何一种化合物的缺少 都会使身体机能 因为缺少这种化合物 而无法正常运作 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在我看来 大部分的慢性疾病 主要的形成原因 跟营养的不均衡 其实是有着最直接 最密切的关系 因为不管你受到的是空气污染 水汁污染 还是外部的各种压力 还是缺乏运动 不管是我们已知的 多少种影响健康的因素 但最终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身体的损伤 而身体的损伤 最终要想彻底修复 就是需要40种均衡的营养素的摄取 才能够令到身体 能够进行修复的过程 我们讲一讲 在这些营养素当中 其中一个关键的营养素 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呢 被科学家译为 生命必须的元素 也就是说 科学家如果去外太空探讨 看看说外星球有没有生命 那么 最重要的标志有两个 第一个在外星球找到水 第二个找到蛋白质 有水没有蛋白质 生命是无法构成的 换个角度来讲 只要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个生命 不管它是植物的 还是动物的 还是昆虫 还是续菌 还是病毒 只要它是一个生命 它的结构里面一定有蛋白质结构 所以蛋白质呢 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 它构成了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也构成了身体的血液 细胞 以及棉膜 以及血管 以及骨骼 蛋白质的缺乏呢 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 导致老化速度的加快 导致人量不足 导致伤口不易修复 导致骨质疏松 血管失去弹性 便秘 神经异常 皮肤容易起皱纹 胃酸不足 内分泌异常 不硬 体力下降 容易疲劳 自力下降 为什么一个蛋白质的缺乏 居然会导致这么多不同的疾病呢 刚才讲 蛋白质 它构成身体的多个组织结构 同时也参与了身体的多种不同的化学反应 首先呢 蛋白质呢 是构成白细胞的养分 同时呢 蛋白质呢 也是构成人体抗体的材料 也就是说 如果你缺乏蛋白质 那么你的免疫力一定下降 因为你的白血球需要蛋白质 因为身体制造的抗体需要蛋白质 没有蛋白质就制造不出来 那么为什么蛋白质缺乏 又会造成老化速度加快呢 很显然 因为蛋白质呢 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养分 蛋白质缺乏 那么细胞呢 就不能够很好的生长 于是呢 细胞的密度 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排练密度 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皮肤就会松弛 骨骼就会松弛 血管就会松弛 表现出一个老化的现象 同样的 蛋白质缺乏呢 由于蛋白质也是构成 人体能量的一部分 一旦蛋白质缺乏 身体就不能够从肌肉组织里面 提供能量 因为呢 人体的肌肉呢 是用来储存能量的一个 组织 那么 蛋白质缺乏呢 会导致伤口不容易修复 因为皮肤 因为组织结构 都需要蛋白质 那么 由于身体每一个组织 都有蛋白质的参与 那么就意味着 蛋白质缺乏的时候 每一个组织 都有可能受到损伤 一旦受到损伤的时候 也只有蛋白质才能够帮助修复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很关键的这个思考 在上述所讲的各种疾病当中 比如说便秘 是因为肠道失去弹性 所造成的 比如说胃酸分泌不足 是因为蛋白质缺乏 造成无法制造足够的胃酸 可是一旦送到医院呢 你会发现 胃酸不足 就要送到消化类科 类分泌异常 类分泌各位知道 荷尔蒙的制造需要蛋白质 类分泌异常 那么你在医院里面 是分到类分泌专科的 血管失去弹性 所引发的心血管疾病 在医院里面呢 又被分到心血管专科 然后呢 免疫力下降 所导致的各种疾病 比如说癌症 比如说这个 容易感冒啦 容易发烧啦 容易被感染啦 这一类的疾病呢 可能呢 在医院里面呢 肿瘤分在肿瘤专科 感冒发烧呢 可能分到呼吸 呼吸内科 不应症 可能又被分到复科 那你看 在医院现在是这样分类 慢性疾病 很可能这个人 只是缺了蛋白质 如果你每天补充 蛋白质粉 或者增加蛋白质的来源 也许就把所有 上述奖的疾病 都一起修复了 可是呢 如果你蛋白质缺乏呢 你可能很倒霉的 在医院 你可能胃不好 送到胃科 这个消化内科 你可能呢 这个不孕 又送到这个妇科 你会送到很多的医院 专科里去 因为现在是这样分类的 这样的话呢 不但不能够把你的身体治好 相反的 会由于不同的药物的 这个介入 而影响了你整体的健康状况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也一直呼吁 在慢性疾病的条理当中 不要分专科 慢性疾病条理 是一个整体的修复 一个人的胃不好 那么他的消化就不好 一个人消化不好 那么他吸收肯定不好 一个人吸收不好 那么就意味着 全身的养分供应是不足的 那么就意味着 全身每一个地方受到损伤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你能够单独 把胃病的人 就放到胃的专科去吗 我认为这样的分类呢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 急性病分科 还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呢 慢性病 我认为 一定要从整体来考虑 好 现在呢 再来谈一谈 在营养缺乏当中 一个很大的系列 就是维生素B的缺乏 这种营养素的缺乏 跟中国人 现在所处的 这种慢性疾病的状态 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多的慢性疾病 都跟缺乏维生素B有关 因为 在亚洲地区的 饮食习惯来讲 很多人都是会 严重缺B的 很多人呢 其实都很少 有吃动物肝胀的习惯 很多人很少 有去吃这个 小麦胚芽啦 酵母啦 这一类食物的习惯 而这些食物呢 就是维生素B的 重要来源 在肉类里面 有少许的维生素B 蔬菜水果里面的 维生素B含量都比较少 所以呢 一般人 如果你的食物 是这样吃的 比如说 你吃一碗米饭 或吃一碗面条 然后再配几口青菜 吃两三块肉 这样的吃法 你的蛋白质来源 是肯定不够的 同时你的维生素B来源 也是严重不足的 维生素B在身体里面的 重要作用 就是帮助把蛋白质 脂肪和糖类 转泛成身体所需要的物质 当你吃了猪肉 你吃进去猪肉之后呢 你是不能在身体里面 长出猪肉的 你吃牛肉 你也不能长牛肉的 不管你吃的是鱼肉 还是猪肉 还是牛肉 你都必须把它变成人肉 可是呢 是怎么样变成人肉的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化学物质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酶 酶呢 就是用来把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 分解成氨基酸 然后再让身体 把这些氨基酸 组成身体所需要的 我们称作人肉 可是问题是 如果缺乏维生素B 那么不管你吃的是什么肉 都无法被转换过来 只能够变成身体不能利用的物质 维生素B族 在身体的作用 我打个比方 它相当于呢 我们有冰箱 有彩电 有洗衣机 有音响 有很多的电器设备 可是呢 却没有插作 假设呢 你正好在家庭里面 搞一个家庭聚会 请别人来看电视 看大片 看足球赛 什么设备都有 就是没插作 那么你所有的设备 都不能用 同样的 不管你吃了多少肉 不管你吃了多少蛋 不管你吃了多少牛奶 如果你的维生素B 是缺乏的 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不能够被身体利用 维生素B 身体需要的量并不多 有些人每天只需要几个毫克 当维生素B缺乏的时候 主要的表现 就是有反应迟钝 两眼无神 容易烦躁 食欲不振 然后呢 另外呢 维生素B呢 由于参与了 人体的这个解读过程 它对肝脏的解读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解读酵素 都有维生素B的参与 所有脂肪的代谢 都有维生素B的参与 所以一旦维生素B缺乏的时候 你就会经常的发现 嘴唇容易破 口腔溃疡 然后呢 同时你会感觉到口臭 上火 皮肤容易过敏 头痛 呕吐 维生素B呢 对消化系统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 蛋白酶 脂肪酶 淀粉酶 以及胰岛素 所有的这一切 都需要有维生素B的参与 所以营养素 在身体里面 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它在一个反应链里面 如果缺乏某种营养素 中断了各种反应 就会中断了各种身体机能的 这种正常营作 我有时候在想 现代人满满路路 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可是呢 却不知道 跟健康有关的重要的知识 很可惜 为了少 为了缺这么一点点的维生素 为了缺这么一点点的维生素B 结果令到自己反应迟钝 两眼无神 令到自己动不动口腔溃疡 散火 令到自己食意不振 其实 可能你只需要增加 一点点的维生素 就使得你整个生活品质 迅速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呢 科学不断的在进步 所谓的维生素矿物质 我们原本的来源 是必须靠吃大量的食物 某些水果 某些蔬菜 某些肉类才可以获得 但是由于现代人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阻结食物 也没有办法真正的 均衡的去配置食物 也没有办法能够随时采购到 自己需要的食物 也没有办法随时能够 烹饪出这些食物 并且很好吃 所以呢 需要呢 做适当的营养补充 营养补充的作用 就是把食物当中 那些很重要的元素 透过浓缩最起的方式 提起出来 使得我们不需要吃 一罗宽的水果 来得到其中的维生素C 而是吃适当的水果 再做适当的维生素的补充 来满足身体的需要 蔬菜里面 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水果里面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肉类里面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B的来源 则大部分来自于 那些高蛋白质的食物里面含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 维生素C 维生素C 它在人体里面 最重要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是用来帮助身体解毒 第二个 就是用来帮助身体构成胶炎蛋白 第三个 就是用来直接的去对抗病毒和虚警 对人体的免疫力 有巨大的影响 在自然界里面 大部分的动物 它们自身都有 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 所以你会看到 狗可以吃垃圾堆里面的东西 可以吃水沟里面的东西 甚至呢 讲个笑话狗还可以吃粪便 那为什么它吃这么沾的东西 它居然不生病呢 因为呢 狗呢 它的身体有制造维生素C的机能 一旦遇到病毒和虚警的时候 它自身会合成出维生素C 在山羊 羊呢 在山上吃草 山坡上的那些草 可是没有经过消毒的 也没有人帮它洗过 所以它在那里吃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吃到腐败的东西 有时候会吃到脏的东西 吃到一些有害的东西 那么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呢 山羊呢 它身体也会制造维生素C 当它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一口气制造出 五万毫克的维生素C出来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制造维生素C 唯独有一个系列的动物 就是属于灵长类的这个动物 包括大猩猩 猿猴 猴子 还有我们人类 这个群体 不会制造维生素C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自然的进化当中 内人猿 猿猴 人类 逐渐地选择了 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的 人类呢 自己不会制造维生素C 可是水果摄取量呢 又远远不如猩猩猴子 所以体内的维生素C含量呢 时常处于一种 将要枯竭完全不足的一种状态 维生素C的缺乏 令到人类非常容易受到 续颈病毒的感染 维生素C的缺乏呢 也令到呢 我们的皮肤容易松弛 所以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人也比较容易老化 容易比较受到续颈病毒的感染 容易呢 出现皮肤上的皱纹斑点 在症状方面的表现呢 就是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你会开始出现口干舌燥 容易感冒 出现肋成纹 牙龈出血 这一系列的症状 包括脂斑症 化痕症 骨组织弱化 黑色素 沉添 白肋脏 在上述所讲的症状里面 牙龈出血 腎成纹 化痕 骨组织弱化 脂斑症 白肋脏 这几个不同的症状 都代表着一个因素 那就是人体的毛细血管 脆化 脆化的原因 是因为维生素C的缺乏 造成胶炎组织不够紧密 因为胶炎蛋白的构成 是有维生素C的参与的 一旦缺乏维生素C 就会缺乏胶炎蛋白 一旦缺乏胶炎蛋白 就会使人体的组织 容易脆化 容易破裂 所以很多的女孩子 经常身上发现 有很多的红点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 点状出血 那就是指你身上的微血管 在某个时间突然间破裂 为什么很容易会破裂 稍微有点压力就会破裂 因为这个微血管很脆 另外呢 很多的女孩子呢 经常感觉到自己身上 纸一块 纤一块 也不知道谁捏的 谁按的 为什么呢 同样的 也是因为血管容易破裂 所以 维生素C缺乏呢 对身体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 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 就会开始持续下降 那各位知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他 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疾病的发生 都跟免疫力的下降有关系 如果能够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就能够基由人体的免疫力 来战胜各种不同的疾病 可是呢 一旦免疫力下降 那么什么疾病都有可能发生 好 那么 维生素C的作用呢 包括可以防止活性氧的危害 阻止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防止老年性的白肋脏 另外呢 它可以抑防贫血 缓和压力和疲劳 同时可以抑防感冒 让感冒快速的恢复 然后呢 同时维持肌肉血管 肠道的弹力 并且增强连膜和骨骼的脏力 同时可以抑制过敏反应 降低血中挡固醇 然后抑防坏血病 抑制癌症 同样的 如果缺乏维生素C 而导致上述的疾病 对你来讲 这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每一天 如果你额外补充一些 天然的维生素C 假设你补充200毫克 你大概只需要花 你只需要花三到四块钱 就可以做到 可是呢 三到四块钱 可以帮助你 减少犯癌症的可能 可以帮助你 保持皮肤的弹性 可以帮助你保持骨骼的强度 可以帮助你 预防坏血病 贫血 可以帮助你 预防老化 如果你学会 从饮食当中 补充一些营养素 可以让你避免 许许多多 让你非常烦恼 痛苦的疾病 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很有意义 当然 是不是一定要去 补充维生素C呢 我认为呢 如果你活在 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如果你有机会 大量的去吃 很多新鲜的水果 甚至把水果 当成主食 那么 也许你不需要 额外的补充维生素C 但是现在 可就困难了 现在呢 我想一般的人 顶多一天 吃两个三个水果 两个三个水果 所带来的维生素C 顶多呢 可能有五十毫克 六十毫克 这样的维生素C的含量 你只需要下一票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一紧张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一发呆 迟疑 这个感觉到压力存在 稍微持续一小段时间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接触病毒 接触续警 接触一些粘东西 很快就消耗完了 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空气污染 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 加上呢 这个 很多人 长时间的都在疲劳状态 这个时候 当你疲劳的时候 是特别容易被感染的 因为疲劳意味着身体 死细胞会在体内 大量的堆积 不能够及时进行新陈代谢 死细胞的堆积 就提供了续菌和病毒 大量的营养 讲到这里呢 就顺带讲一下 很多这个传染病 很多的感冒发烧 很多的炎症 是从何而来 人体呢 每天都会产生 大量的死细胞 当你的免疫力正常的时候 身体会迅速地 把这些死细胞 把它吞噬 把它处理掉 可是呢 当你身体的 新陈代谢速度下降 新的细胞不能够 及时地 这个伸展出来 然后呢 免疫水平 又持续下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的体内的死细胞 就会在某个角落 堆积起来 假设这个角落 是在眼部 微循环这里 那么眼部呢 就会发炎 所谓发炎 就是指细颈感染 所谓细颈感染 不是在于细颈感染的你 而是在于你的这个部位 提供了大量的营养 给细颈 什么营养 就是死细胞 细颈是不能伤害 你的正常细胞 它只能去伤害 已经受到损伤的 或者已经死完的细胞 才能够作为它的养分 所以当你的身体死细胞 堆积在某个部位的时候 就意味着那个部位随时都会发炎 随时都会被感染 因为感染的不是续颈和病毒 感染的是续颈和病毒 得到了大量的养分 这个养分就是死细胞所提供的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肝脏的组织 就会得到 你就有可能会得肝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肾脏的毛细血管 你就会得肾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胃部的绵膜组织 那么你就会得胃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肺部的绵膜组织 你就会得肺炎 所以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死细胞 打个比方 在一个车库里面 经常有很多的老鼠 如果你去杀这个老鼠 杀掉十只 很快就会再来十只 因为这个世界上老鼠的 这个数量可比人口还要多得多 你是不可能把老鼠杀完了 那么怎么样让车库里面没有老鼠呢 很简单 你去把车库里面提供给老鼠食物的 那一些食物给弄走 那一些垃圾给弄走 老鼠就不会再去车库里面了 对吗 对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把家庭里面的一些角落 清扫干净 那里就不会有沾染 那里就不会有蚊子 可是如果你的家庭里面 经常堆积着一些垃圾堆在某个角落 那里面就会滋生细井 蚊子 餐饮 沾染 一大堆的东西 对不对 餐饮和蚊子是赶不走的 到处都是 赶走了也还会再来 可是 最重要要把源头弃除掉 所有的炎症的关键 就是在于死细胞的堆积 而死细胞的大量堆积 来自于身体不能够及时的进行形成代谢 同时免疫力下降 所以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在精神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 其实你吃饭不需要洗手 你可以乱抓乱吃都没有问题 就很像少数民族里面很多的人 吃东西都是用手抓的 自然界里面所有的动物吃东西也都是用手抓的 没有人用摊扫 也没有人用筷子 自然界里面所有的动物抓到一个食物的时候 绝对不会拿到水里去洗一下再吃的 我相信老虎抓到一只鸡已经不容易了 如果还要找到一个河边去洗的话 肯定很麻烦 你会发现 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不害怕续菌核病毒 只有人害怕 因为人自己身体不能制造维生素C 又不去好好的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C是最直接了当 可以帮助你提升免疫力的 真正的卫生不是洗不洗手 不是接触不接触病毒 我觉得适当的接触续菌核病毒 对人体并没有伤害 实际上我们给人种疫苗 打疫苗 本身也是输入适当的续菌核病毒 来令到身体产生抗体 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干净 并不是指洗手洗脚 真正的干净 是指很强的免疫力 是指良好的身体状态 假设你身体接触过某种细菌核病毒 身体产生过抗体 那么你身体再接触到这种细菌核病毒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吗 细菌核病毒尚且如此 我们身体所认知的这些食物 如果身体能够处理它 就代表身体有处理它的系统 一旦这种食物过量 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 不是造成伤害 只是造成浪费 身体会把过量的这些东西 自动排出体外 比如说你吃香蕉吃的过量 你就会自然而然看到香蕉就恶心 你吃肥肉吃的过量 你会自然而然听到肥就害怕 对吗 实际上呢 食物的过量 它的危险性是很小的 一般来讲 第一个 你要吃到过量 已经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 就算吃了过量 一般来讲身体会以呕吐 拉肚子的方式 排出体外 可是呢 我要强调的就是 其实营养的过量 营养素的过量 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不足 因为过量是可以排出体外的 但是不足就意味着 身体的化学反应的中断 不足就意味着 身体的构造所需要的材料 不足 疑似造成身体的损伤 不足是马上就会造成伤害的 而过量 其实只是多出来排出体外 我会再次看